大家好 这里是美国的小镇小民 今天呢 刚才看到一条新闻 说这个乌克兰它的那个运输 就是应该是运输军需物资的那个火车上 有人被拍出来呢 说它那个盖的那个盖子下头 就是那塑料布啊 塑料胶布盖的那下头一掀起来 结果里头不是什么军需物资 是豪车 那这个就很明显了 这个有人在那倒腾什么东西 发战争裁 利用这个运输这个军需物资的这个铁路 肯定是在搞什么东西吧 搞什么不见不得人的事情 要不就是买卖这种豪车 要不就是赠送啊 去这个贪污腐败 反正跟这一类的东西都是连在一起的 那乌克兰政府的腐败呢 这个好多报道已经很多了 我以前也说过泽兰斯基自己的那个13亿美元的事情啊什么的 那么这个不奇怪了 就说我看到这新闻我并不觉得奇怪 因为我知道我乌克兰政府是非常腐败的 但是呢 就是让我又有点联想 因为我还我还看到了一些评论啊 有些网上的一些网民啊什么的 就说这个让人联想到蒋介石 蒋介石也很腐败 其实蒋介石吧 他自己应该还好 其实他儿子啊 还是挺挺痛恨这个腐败的 是宋美玲家里头的人腐败 是宋家的腐败 尤其是宋矮玲 我们国内啊 对宋矮玲的那个报道不是很多 但是宋矮玲家里头其实是 宋矮玲第一在他们那个三姐妹里头 其实他是应该是权力最大的 就是说其实很多事情都是他说了算的 甚至这个宋美玲嫁给蒋介石也是他的这个一部分布局 他是很能折腾的一个人 他跟他那个 就是他们那个腐败啊 都是宋矮玲 还有宋紫文在后头 也就是军火方面的腐败 在这里头赚钱 蒋介石自己倒没有太多的参与 但是呢 他就是当蒋经国 蒋经国很有名的到上海去打虎 他就是想把这个腐败的事情整治整治 一开始呢 是也是蒋介石是支持的 后来宋美玲受不了了 因为他们家那边的人好像被蒋经国给抓去两个吧 就去闹腾了 就到蒋介石面前去一哭一闹的话 蒋介石就把他儿子叫来 给痛快的说了一通 反正就说了他半天 那意思 他不是那意思 他就直接说的 说谁还没几个亲戚 那这意思不就很明确了吗 就说我 你爸我是中国第一号人物 对吧 我在这当王的人 那我有几个亲戚让他们去沾点吃点拿点有什么不对的 就这意思呗 蒋经国呢 是个孝子 他爸爸一嚷嚷的他也不敢太多的去违背他父亲的意思 而且呢 宋美玲是他的后妈 这个关系啊 也比较难处 对吧 是他亲妈又好一点 对不对 因为是自己的亲戚 那我就我就这个下狠手了 你我就可以大一灭亲 宋美玲又不是他亲妈 对不对 他要一闹腾的话 宋美玲想啊 就因为我不是你亲妈 对吧 你就这么着整住我 整住我们家人怎么样 这个关系也很不太好相处 所以蒋经国后来也就停手了 后来是一直到台湾以后 到他爸爸死了 他才这个正式接替的时候 其实在蒋经国的这个时候 那个国民党是很干净的 他那个我看过很多这方面的报道 这个东西都是你上头的人挣 下头的人就跟着挣 就这么简单 他自己的太太 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太太 去跟一些其他的太太打麻将什么的 开始打了几次以后都不敢去了 他说他来 因为打麻将有的时候就进进出出 也要有钱的这个交换嘛 对不对 那这能有多少钱呀 但是他就觉得这样不好 影响不好啊什么的 结果他也不去了 所以其实蒋经国呀 是个是个干净的人 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 但是呢这个宋美龄他们家真的是弹得很厉害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美国政府支持的这个 其他的扶植的这些政权 为什么就都这么腐败 你看日本政府其实也很腐败 你看韩国政府也很腐败 这个以前那个伊拉 那个埃及的那个穆巴拉克 也是非常腐败的 对吧 就是他扶植的人怎么就都是这样子的 这个答案呢 我觉得其实也很简单 腐败的人爱钱的人好控制 你就让他去腐败吧 他妈的钱又不是你的钱 对不对 你从美国人来讲 你又没拿我腰包里的钱 你拿的都是你们国家的 你贪的都是你们国家的 你们国家的钱 你们国家老百姓的钱 对不对 那都是明指明刚 那你去贪你就贪吧 我为为何不用这个你国家自己的钱来做个人情 让你贪 这样的话 你因为贪了 你就不太会想要搞什么改革呀 因为你自己改革 你怎么改呀 对不对 你自己都是贪贪贩 那就让国家就这么绊不噜噜的 就行了 你只要听我话就行了 反而是那种特别有意思 有想法的人 对不对 你像这个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人 你没法去贪腐他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那些党员 他不爱钱 他不觉得钱对自己来讲那么重要 他想要强国 你这样的人很难控制的呀 他一定有自己的想法 对不对 所以你要想控制 你要想养一个傀儡 让他听话 这肯定是 他贪污是 这是最简单的办法 控制他的办法 对不对 那时候那个菲律宾 那个马克思也是 他控制了一段 很长一段时间 那个人也是很贪污 贪污的很厉害的 都是这样子的 乌克兰这个事情 又有点特殊 乌克兰的自己的事情 除了乌克兰自己内部的这些人 就包括泽兰斯基这些人贪腐 美国自己的政客 也跟着一块 到那去赚钱 最有名的当然是亨特拜登了 但是除了亨特拜登以外 其实这个 还有其他的人 那个派洛西的儿子 这里头也有牵扯进去 还有一个叫罗姆尼 是参议员 他儿子也有在里头有事 以前的那个 欧巴马手下 做过外交部长的那个人 就国务卿的 那个克里 他儿子也有涉入进去 你看这些人 就是这些官二代 他们都有在里头 有到乌克兰那去 扯不清楚的关系 这都是比较有名的 爆出来 我们知道的 那还有一些 一堆的小鱼小虾的 对不对 我们都不知道的 对吧 拜登的儿子 他是拿的钱多 他是一个月五万吧 还是多少 有的人说是五万 有的人说是八万 反正他什么用不干 他就一个月就拿五万美元 那如果要是一些 比如说地位 官位没有那么高的 你就是小官 去拿点一个月 拿五千也是呀 对不对 什么都不用干呀 这钱不拿白不拿呀 所以呢 就是说他们自己 美国这边的 自己这些掌权的这些人 你想嘛 派洛西他是议长 拜登是这个总统 在加罗姆尼这种参议员 对不对 那这些人 他们当然就都会给 这个乌克兰这边的 这个 他们当然希望 这个乌克兰 这个腐败政府 继续支持 就继续搞下去 那他们当然就想 给那边拨钱呀 什么的 拨的钱很多 拨的这种钱 都是左手到右手 很大一部分 都进了美国的 那个军工企业 然后他们自己 直接受益 儿子这种 什么的 直接受益 我们知道的是 他们的儿子 你指不定 什么人的 什么侄子 什么这些 我们就都 这都不知道了 是不是 他给这个乌克兰 这些钱 而且都不是 直接给的钱 他都是贷款 也就是说 当仗打完了以后 乌克兰还要 把这些钱还回来 你这不又控制了 乌克兰了吗 是不是 就是说他怎么做 他对自己 都是有好处的 就是他自己 一方面他自己 直接能够 体会到好处 另外从他可以说起来 对国家来讲 反正我这个钱 也不是给他的 他不是慢慢还都得还回给我吗 然后又进了那些军工企业 那些军工企业的人 反过来支持他的这个选举 什么的 捐钱给他 让他去支持选举 什么的 给他造势等等 就大家互相整个一圈下来 就是你帮我 我帮你的 就这种循环下来了 大家都有好处 康的呢 是美国纳税人的铠 就是说他们自己 在美国也是腐败的 还有就是康的 就是乌克兰老百姓的钱 的铠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对吧 乌克兰还有点特殊 就在这 就说美国自己的 很多政客设计在里面 就是他们自己的腐败 也腐败到乌克兰去了 但是腐败 这个乌克兰 这个腐败是肯定是 是的 而且美国就是喜欢 扶植腐败的政府 就是这样 那么腐败的政府呢 往往他就赢不了 那因为他腐败 他没有 没有理念 他没有理想 他打仗也好 他干什么也好 都是为了他自己赚钱 他这个目的在这的话 那他最终的目的 他就能达到他的目的 就是说他自己赚了钱了 那他主要的目的 不是为了强国 那他国他就强不起来 这个道理就这么简单 好吧 就想到这件事情 看到这条新闻的随便说两句 喜欢我这个节目的人 麻烦您点赞支持转发订阅 打开小铃铛